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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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站起來跳一下 一 二 三 四 我们都是好朋友 有一个你 有一个我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少牵手 Yubi Yay 佳晶姐姐好 老师好 唐老师好 那个白头发的好 好了 不要闹了啦 你明明就是那个啊 对不对 模仿的 我是水蜜桃姐姐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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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不管我才不管 你在旁边我们要欢迎真正的水蜜桃姐姐 Yay 大家好 我是水蜜桃姐姐 朱安宇 我今天也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Yay 1 LITTLE 2 LITTLE 3 LITTLE 水蜜桃 5 LITTLE 6 LITTLE 7 LITTLE 水蜜桃 8 LITTLE 9 LITTLE 10 LITTLE 水蜜桃 我就是No.1 Yeah Yay 我才是No.1啦 我说啊 你是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水蜜桃啊 因为这个水蜜桃姐姐在这里 你还敢在这边假先 好 来 给她看一下 你是假的... 你是真的是不是 我是真的 真的啊 可是我都有看你 你都好厉害 好像喔 我也都有看你 你好厉害 小朋友都听你的 不听爸爸妈妈的 没有 也有听啦... 真的啊 而且今天真的好开心喔 还有这个大小水蜜桃 对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所以请她们两位上座好吗 好 你看我们是有受过教育的女生 要坐下裙子要先这样撩一下 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都这样 不好看 一定要裙子这样撩一下 才坐下来 玩家好厉害喔 而且你有跟我要防两边 对啊 而且你看 我们的那个嘴唇都有塗得很蜜 我觉得这一集 会变成小孩子的噩梦 真的吗 对 真的 为什么 看到两颗桃子也就算了 我才看到一只泡过水蜜桃子 不是 重点啊 那我这样解释好不好 她是水蜜桃姐姐 我今天是瘦桃姐姐 这样可以吧 那我想分享 妳还好吗 妳要不要叫救护车 我感觉妳撑不完这一集 因为我后来看水蜜桃看久了 我现在已经把酒给它摸摸了 我现在都... 那你是假的有三次喔 不是 我会突然觉得我好看到许结婚 那怎么办 不要 我不要啦 那这样我们算不算是有 我不想 我不想 所以我再问一下两位 你们真的很喜欢小孩子吗 因为你们在做儿童节目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而且我知道有那个 紫薇的命盘有说 听过老师说 如果说你的本命的那颗心 是天童的话 那你就是本身跟小朋友 就很有缘分 可是有的命理老师讲话都不准 真的吗 但是今天现场这三位 还算是准的啦 太好了姐姐 你真的有很喜欢小朋友吗 有 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 那种国小的小朋友 可是我觉得我很难突破 五 六年级的障碍 就是一 二 三 四年级 我都很喜欢 可是到了五 六年级的话 我觉得他们因为自己本身 都在长大 像有一次我去那个小学 我去做那个科学展览 然后我去上厕所 然后其他小朋友就过来就说 阿卫 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问得也很自然 我都不晓得 我说 我是上了国中 他说 我现在就有了 你要不要看 这个是真的 好笑喔 这个是真的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瘦桃姐姐啊 就是在这一方面 如果碰到欠揍小孩 你会偷偷欺负他 不会 但是我会背后吐他口水 吐 真的假的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一下 没有啦 不允许啦 不允许 不可以啦 我是说我很想啦 有个很讨厌 很想吐他口水啦 真的 那他是怎样坏 就是啊 有时候啊 然后人家在录影啊 然后他就突然就在 嘻嘻嘻嘻 然后这样故意这样破坏一下 或者是说我们其实讲 请他 我们已经都Re过了 请他讲什么 他就故意不要讲 他就故意要讲到别的地方去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欺负小朋友啊 不只是我们喔 就是说有的年纪很大了 他也是喜欢欺负小朋友 像我有一次啊 跟那个李远哲博士一起录影啊 然后我就穿着那个一身的潜水衣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欺负小朋友啊 不只是我们喔 就是说有的年纪很大了 他也是喜欢欺负小朋友 像我有一次啊 跟那个李远哲博士一起录影啊 然后我就穿着那个 一身的潜水衣还有蛙鞋 然后我就说 博士那我先走咯 我正要走的时候 我发现他已经把皮鞋 踩在我的蛙鞋上面 他其实想让我跌倒 真的假的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李远哲博士 这有点像报仇 可是我觉得有一招 是对小朋友都很有效的就是 他们来录影 如果说你想要掌控到他 就是有很好的状况 就是一定要准备小糖果或小礼物 跟他说只要你很棒之后 就可以得到 他们就会都很听话 你看这个大概就是学龄前了 那像我的经验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到这个学校去录影的话 我大概上午我不敢跟他们混太熟 因为上午混太熟的话 下午完全不受控制 大概就吃完午饭啊 比方说我们有这个便当 就Pass给他们 有饮料Pass给他们 然后再开始这样慢慢熟了 熟到差不多的时候 节目录完了 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然后他们就会一犹未尽 对... 那种感觉就很好 还有小朋友他讲说 他长大要嫁给我 真的假的 我也有耶 你又要嫁给我 不是啦 我是说 有小朋友说长大要娶我 有 怎麼辦 瘦桃姐姐 输了吧 瘦桃姐姐 有人说要嫁给你吗 好啦... 你漂亮啦 謝謝... OK 你整个中心都你会 好了 我们今天赶快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星座的人呢 其实就是人前爱小孩 人后踢小孩啦 好 这个就要从我们的日月星座来看了 OK 太阳跟月亮在哪个星座 一个是你的外表 一个外在 一个是你的内在 真正的本性 所以呢 到底你是不是会背后踢小孩的 其实看月亮会比较准一点 像那个安宇呢 你是双子座 对 我们的水蜜桃姐姐双子座 月亮在摩羯座 那阿辉寿桃呢 太阳是摩羯座 这个是蛮有夫妻格局的一种配法 那月亮在处女座 会不会这一集录完回去 真的就结连礼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每一个人的太阳月亮 像我们的补羊老师呢 太阳是这个双鱼 月亮呢是在金牛座 那我们的黄老师 是金牛座月亮在双子 你是双子月亮的天蝎 我们来看第五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还好没有人上吧 默羊座 默羊座 其实他对小孩子 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他会觉得很可爱很可爱 可是他轮到他做 他的事情要做的时候 比如说他该看的书 他要做作业 他该看的节目 时间一到 他就把小孩扔下来不管了 尤其是那个 默羊座的男生又特别的明显 那这个时候小孩再来烦他 他就会有点不耐烦 他就会有那种 不要吵 等一下 哥哥哥哥哥 你刚刚说要陪我玩 好 人家陪你玩 人家给你十块钱 随便讲 他就是那种敷衍打发 然后就把你打发走 如果你再去跟他要 他就说 没空 你就逼到后来 他就会生气了 所以说这个母羊座 如果有女朋友在 或者是要讨人家欢心的时候 比如说丈母娘在等等 他就会表现出很有爱心的样子 可是私底下他是不太那般的 可以母羊座的梦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嘉谦跟黄老师的 雙子座 有没有听到 水面小姐姐也上榜 其实我要说 他才排在第四名 雙子座还是蛮爱小孩的 可是他太调皮了 我觉得雙子座的个性 就皮啊 就是喜欢跟小孩子胡闹 会调皮 他看到小孩子 他就开始进入小孩子的世界 对 可是明明他是大人的身体 那基本上小孩的命运 就操弄在这个大人的手里 因为我常常都会欺骗小孩 然后呢 你知道他就会拿小孩做实验 对 他特爱拿小孩做实验 他心里想说 他这样子 不是要抱高一点 假装要把他摔下来 他会不会害怕 然后他就会 那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来这么一下 对 小孩是怒死了 他也爽死了 然后妈妈管 干嘛哭 他说没有 他想你 对 可是这个我必须承认 我以为真的很迷恋 把我弟弟的小孩 就说来...站起来 就是我一个手掌 然后他两只脚这样 然后小朋友就这样 在我手上这样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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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是谁 太阳 月亮 嫁老外是不是 如果落到了他的 水平 他可以 他可以跟我一起十月 其实呢 太阳月亮水平的人 他是对小孩的教育 他抱得很奇怪的态度 比如说他讨厌那种 自以为是的小孩 如果每一个人都 一直称赞一个小孩 你要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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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跳过来说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可能会跟小孩讲奇怪的话 或者是说 他也会给小孩一个错误的建议 比如说妈妈如果 一直跟他讲说 坐要有坐相 站要有正向 你可以试试看坐没坐相 站没站相 其实还蛮不错的 如果他心情好的话 所以水平座是 有时候可以变成怪叔叔 或鬼啊 对 他常常会这样 我记得你跟夏克力 都是月亮天蝎 对 第二名就是 天蝎座 真的耶 我好周公的 我好担心你们这样生的小孩喔 真的 原来他担心什么啊 原来自己的小孩不会啦 这是对别人的小孩 是啦 好 好 其实呢 太陽月亮在天蠍座的人 他喜歡有規矩的聰明小孩 對 他對那種笨小孩沒有耐心 非常的沒有耐心 而且他對沒規矩的小孩 譬如說在一個公車上 一直哭一直哭的那種小孩 他會非常的不耐煩 他就會很想賞那小孩兩巴掌 還有包括就是那一種 在背後跟你扮鬼臉 然後在媽媽面前 就是那種很虛偽的小孩 我最討厭就是不天真的小孩 對 就是小孩子就是要天真 可是他如果說不天真 我覺得好討厭 妳知道哪一種小孩最不天真嗎 哪一種 就是每次出來才藝表演 然後畫得很像是那種 非洲彩麵廢廢那種有沒有 對 然後明明就是個小孩 對 然後唱大人的歌 可是那都是老師 或是媽媽幫他們畫的 所以我們來錄影的時候 都會跟老師跟媽媽 當場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小朋友可以不用弄成 那麼誇張 就當場幫他們卸掉 真的 有的小朋友 妳就讓他很自然就好 為什麼就要把它教成 就明明很小 然後他唱歌就 一句我愛你 對 不敢說出嘴 而且還會抖音 真的 吃得給你來懷疑 就明明是很小 可是他有這麼多這種 好作作 而且那個哭聲很多 我就很想直接給他淘汰 對 淘汰 所以你看方順吉 以前小時候 多少人想打他 以前小時候方順吉 那時候對不對 我都不好意思講出來 妳還講出來 签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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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這學會要發 對不對 真的快氣死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還有比天天座更壞了 太陽 月亮 如果落到了 兩位老師 金牛座 還說我們 可是真的很奇怪 因為香蕉哥哥是金牛座 可是他真的很愛小朋友 而且小朋友生日 他都還送禮物耶 真的 所以他是人前愛小孩 嗯 他是默默的記 搞不好 他是默默的記去的 不是 搞不好 默默記去 回到家打開他大便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一定要講一下 金牛座的人呢 他不太在意 跟他沒有關係的小孩 就看親叔遠近嘛 比如說像香蕉哥哥 這個小朋友呢 是他的這個 等於他的工作對不對 那當然他就要 好好的學習這門技巧 金牛座還是滿專業的啦 可是如果是別人家的小孩 他必知唯恐不及 你最好不要叫他 來怎麼看小孩 因為這小 我跟你講 他對於小人這個事情 他沒有什麼概念 你要問說他疼小孩嗎 不如問他疼狗嗎 他可能還比較喜歡疼小動物 我們是不屑去理 根本就不理 真的假的 我們不要關係 開玩笑欺負他都不要 就不理 而且對於金牛座來講 什麼樣的小孩會得他疼 就是那種乖乖靜靜坐在那邊 不講話的 他看了很久 有一個這樣的小孩 他會對那個小孩特別好 就是比較沒有人注意的 或者是很乖的 那其他那邊 哥哥 這個很好 那個金牛座會很棒 金牛座就會很不耐煩 他會說走開 他會露出很可愛 走開 不要煩我 可能就會有這種情形 小孩就 我纏錯人了 就是你會感受到 太陽 月亮 金牛座的冷漠 所以其實上榜的 我兩個都上榜 那這樣是代表我有那潛力嗎 不是啦 你是皮 只是如果說小朋友皮的話 你就會想跟他們一起皮 對啊 你知道剛剛我們那題目就講說 什麼人前 人前愛小孩 人後踢小孩 就是讓人家覺得好像是雙面人 對不對 人前一套 人後又一套 所以我們今天問一下 我們的濮陽老師 從我們的姓名密碼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姓名密碼的人呢 就是人前 人後 各一套 好 觀眾朋友 人前 人後 兩個樣 我們分為四種狀況 好 那第一種我們先來看一下 人前 人敬 人後 花招 這跟個性有關係 它對陌生的環境 是不太容易表現 但是熟悉的環境 它就會表現得很自我 我們看怎麼樣的姓名密碼 請看 來 姓氏比畫素是十畫 十 十畫例如是 馬 孫 高 唐 夏 晴 元 徐 翁 公 英 好 那名字畫素相加是 十三 十五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九 跟三十一畫 這種在個性上顯現是人前斯文的 那人後是比較因為恐懼 或是因為不安 它表現比較呱躁 這樣姓名配上名字的 是啦 你姓氏如果是實畫 像我們唐老師唐 那名字畫素十九 有種才算數 好 來 第二種 人前大方 人後小氣 這種有 喜歡做面子 但平常你要A它 很難 它只是在適當的時候 錢畫在刀口上面 其他時間很小氣 感覺好像在講我 你不會 你不會 來 姓氏比畫素十八畫 十八畫算是比較 姓氏比較少 姓姦 虐 妍 妍 藍 黛 徐 未 那名字畫素相加是 八 十二 十四 十六 二十二 二十四 跟三十二畫 面雲 我剛剛也是這樣講 面雲 他就是 可是這樣很好啊 這樣好 這樣比較會理財 好 我們看第三個 人前老實 人後花心 這種不管男女 她的心地是很狂野的 如果給她得到機會 狂野有沒有去做 有去做 對啦 好羨慕喔 得到機會 她就會放縱 會放肆 來 姓氏比畫素 你們也沒有 十三畫 十三畫例如姓 楊 葉 瞻 董 萬 甲 雷 廚 還有姓 魚 還有姓 葛 鹿 還有姓 周 名字畫素相加是 十 十一 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六 二十七 跟二十八畫 這種表面上是看起來很斯文 女生來講很文靜 那她內心很狂野 不要被這種人騙喔 就是看不出來的啦 是的 那最後一個 人前品性端正 人後無所不為 這該不會又講我了吧 因為前面三個都沒有我 像這種格局的 如果你犯到她 她才會無所不為 什麼baby的手段都會出來 類似 來 姓氏比劃數 十五畫 十五畫算大姓 兩位沒有 十五畫例如姓 走啦 我們走了 不是 我們回 都沒有我們走了 我們回去了 你要問這個是什麼 問題是 對 這是不好的 沒關係 照照姐姐 沒關係 這是好的 不是 我們小朋友都是這樣 怎麼弄得老半天都沒有我們 他們開始就會很急躁 怎麼都還沒有輪到我 表官好不好 兩位不錯 沒什麼問題 十五畫例如姓 鄧 劉 蔡 潘 鄭 還有姓 蔣 歐 黎 魏 魯 名字畫數相加8 15 16 23 24 31 32 觀眾朋友 如果你屬於這種格局的 如果你在情緒上面 情緒比較大 或是忌恨的時候 手段會比較強烈 真的 一定要控制 如果你周遭人是屬於這樣子的 千萬不要惹她 不要惹她們 是的 OK 好 所以這個幾乎大家都沒有上榜 可是這兩位沒上榜的 要不然幫她們解說一下好不好 因為像小朋友才要看她們 其實像許潔輝跟朱安宇 她們的名字是屬於那種人來風 就是你如果說觀眾朋友很多 那她就會表演得很專業 然後很盡興 讓人家很快樂 所以像兩位這種格局 是屬於天生的藝人 真的 就在演藝上面你永遠不用擔心 你有在害羞喔 我都不會 對 我就很誠懇的一直接受 好 因為以前也有一個啊 也有一個老師啊 女的啊 然後她就講說 我這輩子不會紅 真的假的 真的 她就這樣 我一講 我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狀況 我真的是忍住 我眼淚快流下來了 然後主持人就馬上幫我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 許潔為什麼不會紅 她說她這個沒有才藝 你知道我怎麼樣 我當場笑出來了 我當場翻兩個跟斗 然後外加口氣什麼都弄出來了 然後後來那老師怎樣了 真的耶 她後來隔年她就講說 我會連續紅五年 突然改口 到底是誰啊 那個老師人緣不太好 大家不太喜歡跟她交朋友 真的嗎 對 她說她是貴族 是姓名 就是有打電話 到你們節目抗議的那一位 我不曉得要問洪聖閣 對 妳不要再這樣把我模仿 模仿是什麼意思 模仿 可是妳知道嗎 因為之前就是有一些 就是比較就是媒體啊 什麼之類的 可能針對藝人的表現 藝人的表演 然後他們都會做一些 比較負面的一些評論 例如說可能像水明豪姐姐 因為她本來就是小朋友 她聲音本來就是娃娃音 如果說人家說 妳這聲音好像是做的啊 或感覺好像是這個裝出來 妳會不會很難過這個事情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就上很多通告面試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網路上 有一些可能不習慣的大朋友 他們會就是在上面寫說 他們不喜歡我的聲音 感覺很做作 可是長期收看我們節目的小朋友 或是大朋友就覺得還 都不會覺得 就會幫我說話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慢慢這幾年下來 他們才覺得說其實還好 而且去年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看到有個票選 就是票選林志玲 就希望林志玲唱什麼樣的歌 可能如果她出唱片 希望她走什麼路線 然後我的時候就看到新聞很開心 因為她就是票選第一名 就是像水明豪姐姐出兒歌 希望她出那樣子的 真的 所以志玲的tone妳最了解 對 可是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像妳這個聲音啊 如果遇到一個男生要親妳啊 然後妳說不要不要妳會怎麼樣 預備 開始 妳這樣子那個人會更興奮 怎麼會知道 我剛剛那個問題是替酒孔問的 因為我每次模仿水明豪姐姐 然後她就從後面 她抖面牌嘛 好可愛的小姑娘 然後她就會摸我屁股 然後我說妳幹嘛 她說如果真的遇到水明豪姐姐 然後有一個人想要這樣強的親她 她會怎麼樣 我說她應該也是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剛剛印證妳果然是這樣子 好啦 從這邊 我們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因為真的如果說這個 容易得罪人 那可能就是個性使然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她到底有什麼樣的手面向特徵 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啦 有人天生會得罪人家 我想應該是她的個性問題 或者她的說話方式 那麼她的個性跟說話方式呢 一般來講就會可以表示 在她的臉上的特徵裡面 所以我們從她的面向裡面 可以了解哪一種人容易得罪人家 好 我們先又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它就是很白目 不會看人家臉色 不知道狀況怎麼樣 好 那麼這一種的長相特徵 第一項就是 牙齒有點疏弱 什麼叫疏弱呢 就是整排看起來 但是有這種漏風的地方 就叫疏弱 好 譬如說她講一句壞話 那個壞人剛好就在她的背後 她還不曉得 站著還在看著她 還繼續講 從她的牙齒來我看看 妳就幹過這種事 有肉 老師 她的牙齒 跟牙齒之間有肉 所以有時候她會這樣子 我真的 我真的有時候講壞話 然後那個人就會站在我後面 我還渾然不知 我告訴你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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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重點是壞的那些朋友 明明就這些人都已經看到 到那個人在我後面 還不提醒我 然後一副就是 真啊 真啊 繼續讓我講 繼續讓妳講更多話 就是那些朋友壞不壞 很好啊 生命中需要這種朋友 妳才會承擋 好 這是第一種 然後我們看一下第二種 第二種長相就是所謂的 招風耳 我們講為什麼叫招風招風 我們知道這個耳朵顯起來 這個招風也表示招來盡住 黃蓉蓉她的天水就折著人嗎 沒有啊 是不是 其實這種耳朵 很靈敏 反應很快 所以她高興起來 她一直講自得其樂 她不管人家的感受怎麼樣 自以為她很風趣 講起來你們都會覺得我口才很好 事實上妳要聽起來的人很受不了 對 就是這種耳朵特別這樣 好 還有一種 她是用手相來看 就是小指很分的 就是我們手伸出來的時候 這個小指跟無名字會分得這麼開的 這種叫做 這種叫講話沒有知道 不知道節制的意思 就是她自然而然 因為小指也代表口才 一般妳小指講話口才 她會合在一起的 不然妳就整個分 不然就整個合 可是她只有這個分 她自然而然 這個小指所代表的意義嘛 一個人的講話口才 社交能力 她就很沒有節制的衝活 就說出來 會得罪人家的 老師 妳要小心講 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上榜 照理說應該也要有我 今天這一集 三個老師有點混 我們都沒事 好 這種就是說話很直 我們像肚子 像那個腸子只有直接通下去 那麼說出來的話 想到什麼就說出來什麼 好 那麼這種長相 第一個是看眉毛 一字眉 什麼叫一字眉 通常男孩子比較多 女孩子比較少這種一字眉 一字眉就是眉毛呢 直接看過去是一字 當然中間不可能連在一起 就是整個看起來像一一樣 好棒喔 我終於第一次看到 Sumita姐姐的額頭 你有額頭 你有額頭 而且我前後都有 趕快… 剛才我在畫中的時候 我摸了水蜜桃的頭 它是緊口後額 真的緊口後額 它後額幾乎我沒有過 那麼後額的後腦 它的後腦是整個 你要整個去摸它 整個後腦 在緊口後額 剛才水蜜桃姐姐 她也問過我這個叫 你叫人家什麼水蜜桃姐姐 那是我跟著她的頭 可以 沒關係 我習慣了 真的 結果她會要求十全十美 要求自己十全十美 也會要求對方 包括以後結婚的話要求先生 生小孩的話要求小孩 要像他一樣做得十全十美 這個倒是真的 所以可能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 當很多人面跟人家吵架很丟臉 可能是因為這樣 可是反過來講 結婚後我就要勸告你了 因為你要求太高 太完美的話 你的先生也許會受不了 你的小孩可能會受不了 我不會 其實我還老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說話非常直的第二個特色 就是所謂的吹火口 吹火口就是有點爆牙 她講什麼就講什麼 真的 吹火口它是變成會挑剔人家 這樣的話通常說人家會受不了 好 最後我們還是用小指來看 就是小指太短 就是說它一般標準 我們的小指應該到無名指的這一邊 第一節嘛 如果不到 太低了 這個時候真的就亂放炮了 那麼我們目前的放炮女王 就是這樣子嘛 我看過她的手 你看過副總統的手是這樣嗎 不是 那個 另外一個放炮女子 瞭我會痛 他只要人家口 我也嚇到死 所以這個小指 如果我剛剛一直強調 小指也代表口才 代表講話 你如果長得不好的話 就在講話方面 你會有所舒適 會引起人家反感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的小指 OK 那麼這個當然任何一項都算 那麼如果有的 麻煩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個性方面 你的說話方式會引起人家 得罪人家 對 所以在這方面 大家要檢視一下自己對不對 好 提供給所有朋友當參考啦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人多多少少都會 都有一些壓力 不管是生活的壓力 感情上的壓力 各種壓力都有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在2006年呢 各這個12星座 各自你的壓力來源 到底是哪裡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壓力所在 那當然也跟你的年齡不一樣 你已經在就業了 還是說還在求學 每個人壓力都不同 但是可能有一些類型 因為星座的關係 而有點相似 那這個就要從我們太陽 跟上升來看啦 那安宇呢 你就從這個太陽是雙子 上升是在金牛座 所以待會兒呢 你就看金牛跟雙子兩個 好 我們來看看 旁邊那個瘦桃 是不是你的壓力 那至於阿輝呢 你就是摩羯座 上升在水瓶座 所以兩個都要看 好 我們來看看啦 每個人的壓力點在哪裡 太陽上升在牡羊的朋友 你的壓力是什麼呢 事業是不是該另起爐灶了 牡羊有一點像被迫的 可能在這方面 這條路不通了 只好走另外一條路 牡羊是屬於那種 好像混不下去了 是不是要怎麼樣 或者是越做越無聊 然後或者是越做越壓力沉重 達不到自己的要求等等 所以牠壓力是滿大的 尤其是牠在想說 如果令起爐灶會不會成功 牠很害怕不成功 那我們來看一下金牛座的朋友 像安宇的上升在這裡 還有我們的黃老師 縱望所歸 無法低調 真的假的 對 是滿高調的一年喔 在2006年 是好的意思嗎 是還不錯 那妳要加油 妳繼續紅的話 我才能夠分一杯跟繼續模仿妳耶 好 我會加油的 收桃姐姐 但是妳記得妳不要走那種 吊裙子路線喔 我不會 可是這個是金牛的壓力喔 為什麼 因為金牛習慣低調 巴不得妳都不要注意牠 像水米桃姐姐 何嘗希望旁邊有一個瘦桃出現 現在就是這樣子爆紅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雙子座 像安宇跟嘉芊都是雙子 還有我們的補陽老師 尚身在這裡 壓力在哪裡呢 思緒亂思考未來多頭馬車啦 其實心情還是蠻複雜的喔 有點就是 我這個也能做 那個也想做 我到底是要留在台灣還是到大陸呢 我應該要做這個生意 還是做那個生意呢 就覺得應該要好好想清楚 然後覺得永遠沒有想清楚的一天 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巨蟹座的壓力在哪裡 像我們的黃老師上身在這裡 上司與下屬間的人情壓力啦 這邊他也覺得有道理 那邊他也覺得有道理 他兩邊都想兼顧自己是蠟燭兩頭燒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獅子座的朋友 太陽上身在這裡 壓力在哪裡呢 很怕自己讓人失望啦 我想這個是永遠的壓力 但是他現在呢是更謹慎一點 像獅子座 如果他是在一個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他反而表現得更好 那現在是機會來了 而且人家會跟他講說 你給我小心一點表現喔 他得失心一來喔 他就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一定會夢見那種 比如說上台忘了台職啦 或考試沒有念書啦 對 那種 就常常會做這種噩夢 好 我們來看一下處女座 像嘉欽的上身在處女座 我們來看壓力在哪裡呢 人際關係突然複雜起來了 是不是有其他的戀情介入 丹丹丹丹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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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外國朋友能夠聽懂 我在講什麼意思 如果你不好好珍惜他 搞不好別人就會來搶他 到時候你就沒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天秤座 太陽上身 如果落到這裡的話 壓力在哪裡呢 周遭情勢轉變 需要把握機會以免錯失良機 這個是代表他已經在一個點上 這個點不是往上走就是掉下來 有點像搭車 時間 開車的時間前 你上得了車 你就開始直奔前程 上不了車你就等下一班 就會耽誤到 所以那個壓力點就表示說 你要爭取到那個時間點 之前做到什麼地步 所以天秤座應該知道 自己的時間表在哪裡 我們來看天蝎座的朋友 太陽上身在天蝎 壓力在哪裡呢 應該不是減肥吧 好 想把事做好 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真的 想要減肥 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對 就是冬天到了 你看 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減肥 對 火鍋 老闆請客 怎麼辦 我請大家客 對 老師出書又請客 對 門口又有田不辣 真的沒有辦法怪我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射手座的朋友 太陽上身在這裡 你要小心什麼呢 對未來茫然不知 尤其是前兩年的射手座的運勢 非常的像雲霄飛車 這下子他已經亂了他的章法了 平常他可以 有一個比如說往上的趨勢 他還可以盤算 如果一下高 一下又低 那他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 他有點濕了整頭 所以搞不好很多射手座 會來算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摩羯座的朋友 太陽上身在摩羯的 太陽上身在摩羯的 摩羯 來 輝哥的 許潔輝 這個人生方向被迫調整 你看看 多準了 因為這個是明年 這個比高數兩千幾個多 2006年 這個人 是什麼啊 你說的是那一位先生 又不是你 我想對摩羯座來說 未來的一年 2006年是一個挑戰很大的一年 到底你是 就是會很考驗摩羯座 讓他強迫他的人生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本來摩羯座可以與世無爭 可是吃虧到一個極處 他要替自己申訴一下 或者是抗議一下 說不定他會有很突發性的轉變 那個都是已經到底了啦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調整了 對啊 有時候被一些藝人欺負 真的好生氣喔 所以我明年我要調整 就2006年我打算呢 去應徵那個電視台的管理員 就是不讓他們進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水瓶座 像阿輝上身在水瓶喔 那你的調整是什麼呢 壓力在哪裡 好 事情多 壓力大 但都是有利於自己的 好帥耶 對啊 不賴耶 所以其實呢 水瓶座的壓力在於工作量變大了 關愛的眼神變多了 掌聲也多了 那當然就是他負荷的來 但是從來沒有這麼累過 他自己也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養生一下啦 要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休息時間啦 要更有效率的過日子啦 我們來看一下雙魚座 不要啦 終於等到了 太陽雙雙雙雲有沒有壓力呢 壓力在哪裡 不如預期所以失望擔憂啦 很可能的事情他就覺得 我這次做我預期應該會有70分的收穫 也不敢高估啦 結果做出來才50分喔 那這樣還要不要做下去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雙魚座各自有各自的壓力 自己看著辦啦 好 那提倫也所有朋友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這個冬天的時間喔 這個很容易 不可以吃狗肉 我不吃狗肉 對 因為我們很容易要去吃這個熱的東西 然後因為冷呢 所以大家都一直要這個補充那個熱量 所以在飲食方面呢 大家都會一直吃一直補充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呢 真的很容易就會發胖 所以我們今天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浦洋老師 從我們的開運的這個金錢掛裡面呢 大家來譜譜看說 最近呢 我的發胖指數到底有足夠了 真的 唐老師 小心 這題是為了我們唐老師設計啦 對 那當然 女性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怕胖的話 你真的怕的話 你要抓你就要面對 好 好 今天的題目依然就是 最近我的發胖指數 到底有多少呢 好緊張喔 想到題目以後呢 請你把紅板拿出來 好 記得喔 當你直出是人頭 它是正的部分 當你直出它是字 那就是反 所以直兩次 兩次 那會有正正 正反 反正 反反 四種掛像 好 觀眾朋友 想好了沒有 開始直 等一下解答 OK 觀眾朋友 想好了沒有 開始直 等一下解答 OK 我要先說嗎 我是反正啦 好 你是反正 我是反反 你是反反 OK 那唐老師 正反 我也是正反 你也是正反 我也正反 好 觀眾朋友 當你直出兩次都是人頭 正正 那你要問你最近的發胖指數有多少 那現場觀眾都沒有人 來賓老師都沒有人抓到喔 好 請看 來 食欲難節計 好險喔 發胖指數有百分之七十 所以年關到啦 尾牙啦 過年之類的 你一定要忌口 不然的話你會很胖喔 而且百分之七十很高耶 很高 對不對 可能在這方面要節制 如果說瘦的朋友就不用啦 他本來就很瘦 唐老師好像沒對號入座 真的喔 我開始很玩笑 怎麼能節制 來… 我根本從來沒有節制 好 觀眾朋友 當你直出第一次人頭 第二次字 好 就是 所以是正反 好 掛像屬於第二種 好 那你要問呢 最近發胖指數有多少 跟我們唐老師 黃老師跟嘉芊一樣 對… 好 我們請看答案 還有 新陳代謝環 真的耶 所以發胖指數只有百分之五十 有這種感覺 對 這個答案就是你年紀大啦 所以你新陳代謝啦 所以你比較差啦 你這樣諷刺黃老師不對喔 不過還好啦 就是你要多運動 多運動 新陳代謝就比較快一點 對… 所以它可以過節 而且現在冬天 大家真的一定很懶得動喔 是 冬天的話就這樣 好 觀眾朋友 當你指數第一次字 第二次人頭 反正 刮像第三種 那你要問最近發胖的指數 阿姨 水蜜蜜 他已經在吃冬粉減肥囉 對啊 水蜜蜜蜜蜜蜜蜜 快點 這是什麼 對 90要 內分泌失調 真的假的 發胖指數百分之九十 我不要 我也不要 因為你發胖的話 我也要跟著胖 才能夠模仿你 我不想… 好 觀眾朋友 當你抓這種掛 尤其女孩子 注意卵巢的部分 內分泌失調 或是假裝性抗進 工作壓力引起的 那這樣的話 你發胖的機會就很大 所以你最好是從身體健康開始調 我覺得真的耶 因為我真的是身體不好 我身體就會水腫 對 水腫體質的話會這樣 好 觀眾朋友 當你指數兩次都是字反反 掛向第四種 你要問最近發胖的指數 跟阿輝一樣 好 恭喜你 我們請看 真的 好厲害喔 所以指數最低 人難免 年紀大都會胖一點 所以百分之十而已 你有保養 所以你看我養的那隻小圖狗 我剛剛是來報恩的 真的 真的 很棒耶 我買我家那個房子五年了 我從來沒有說 這樣每天會花時間去散步 我後來發現跟狗狗去散步 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真的啊 很有趣 像我們家那隻狗 也是非常可愛 每天就是讓我煩心 讓你歡喜 讓你悠辣 那我覺得我應該去買兩隻 那種重型的犬 真的 然後去獵狗的時候 還順便要拉牠呢 弄來臉大 可是你應該不會這樣弄牠吧 你應該會再買個雪橇 比你有這種懶的個性 應該是來雪橇 然後就騎了就開始跑 沒有 我就直接坐輪椅出去 OK 好 好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我們的水蜜桃姐姐 還有我們的瘦桃姐姐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在這邊要祝福兩位 可以早日呢 找到你們的另外一半 OK 謝謝 謝謝 我一定會保重身體健康的 OK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老師 以前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這五名裡面沒有妳 我就不相信 我就覺得這個是造假 因為不是我在幫黃老師說話 對 妳看 我覺得妳嘴巴比黃老師還臭 對 講得好 漂亮 請問快講話 好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因為我告訴你 我一定是前三名的 我有準備 真的嗎 我跟妳講 妳如果當追達老師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等一下後面幾個人 妳會不會韋狐 不會 我就放心了 不會 黃老師會韋狐 但是我 怎樣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ayους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